BGM 真不错 快看 我们的走步机要飞走了 哦不 洛米欧能启动火箭船功能 都是因为我用了我的平板电脑 没关系猫头英女 但这看起来不妙啊 我们必须得做点什么才行 我知道要这么做了 我会自己跟着那艘火箭船 不用平板电脑 但即使是你 也不可能飞得这么快 哦不 我可以的 睡衣小英雄该上场了 超级大力金刚手 好了 猫小子 你抓住我的一只脚 但我喊起飞 飞臂侠 你抓住另一只 好了 超音速猫头英女来了 准备好 预备 起飞 无敌一趁 我们走猫头英女 我马上就要掌控世界了 从地面到空中都是我的 机器人 把那个给我 再等一下 再点给我 我就快完成这一关了 猫小子 你在这儿看着罗米欧和机器人 我就趁机带着飞臂侠飞到控制系统那儿 把它放下来 对 我用超级飞臂侠吻装束 让这艘火箭船 重新回到地面上 再等一下 好吧 再把声音关小点 超级飞臂侠伪装束 等你们在对付他们时 我就在跟我的火车玩 再见啦水衣小英雄 没事出那招真是太糟了 我知道了 你说的对吗 小子 我就是在担心我会出错 但是 我们会帮你的 我就是觉得不好意思 你知道吗 其实我也不确定我能理解这招式 那些线画的到处都是 的确挺乱的 所以我们要加点东西 这个 当我们到位之后 会做这个手势 然后你就做侧手番 我真应该早点告诉你们的 希望罗米欧不会看穿招式 不会的 最好是这样 我们用新招式吧 顺仪小英雄干上场了 超级火车 几情的破坏吧 罗米欧城邦准备崛起了 冲啊 罗米欧 你来的太晚了 你这只小猫 世界都是我的了 到此为止罗米欧 是你小端腿 一起来事情就简单多了 我就不用一直解日了 你来的太晚了 你们的手势是什么意思 愉悦策手班 恰到后处 我们确实是同时出现了 你的计划该结束了 不 但我想留下 少调 老小子 老小子 一二三次 我是嘴巴的歌手 忍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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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哪 你们看 博物馆的天花板是玻璃做的 如果它继续唱下去 天花板会全碎的 夜幕忍者说呢 没有乐队它就不能演唱 所以我们得想办法去拿那些乐器 我真的一点都不想明天 在大家面前演奏乐器 但我还是要把它们拿回来 我有主意了 现在它让那些忍者们躲到后面去了 我可以在这里用纵身一跃 跳过去 再把它们弄进亡里 非必侠负责 扰乱视线 我挥动翅膀冲进去拿走乐器 没有人能够阻止我们举办音乐会 举办音乐会 猫小子 猫小子小心 超级大力金刚手 呃 哇 一个眼不忍者可收 武将要散开了散开了 无敌飞米侠伪装束 嗯 停了 都过来忍者呗 我们去下一个地方唱歌吧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只要一想到音乐会的事情 就会不由自主地腿发抖 没事的猫小子 但我们必须要把乐器都拿回来 我知道音乐会对你们很重要 我又想到了一个主意 首先 我们假装是她的支持者 吹捧她 分散她的注意力 嗯 流星流星 可收 我是嘴巴的可收 呃 乐队伴奏能听见就行了 不要露脸 猫生风 给我看 啊 不 我跟你们没有玩水衣小英雄 你们这些破玩意儿 没一个比得上我的发明 所以我要把它们都毁了 太厉害了猫小子 刚才是你救了我们 谢谢 我的自行车表现得很棒 我甚至觉得它跟我的猫车一样酷 很高兴你喜欢它 因为超级交通工具 要被罗米欧毁了 有我帮忙 绝对不会 我知道我的自行车有多棒 我能靠它打败罗米欧 和它的实验室 水衣小英雄该上场了 找齐了 放下那些车 罗米欧 后退 讨厌的水衣小英雄 否则我就像压扁一拉罐一样压扁你的车 它去哪儿了 它去哪儿了 超级猫自行车 拿到了 你们拿走那个没用 我在实验室里也可以控制磁铁 你可以毁掉我们的交通工具 但那样你也会毁掉你的实验室 我已经知道这些按钮的用法了 水衣小英雄 出发 说什么 乌鱼 呀 呀 啊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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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扔过那些粘粘贴吗 我们再来一遍 你们现在玩够了吧 水衣小英雄 很快只会剩一座堡垒还处立在这里 最好的那个堡垒 我的 不 现在它可以通过轮胎桥了 都是因为我的错 叶木忍者的堡垒有很多新奇的东西 我看到之后也很想要 你们说得对 看到别人有什么东西时 我们不能全想要 没关系 猫头鹰女 我敢肯定 我们总部现有的东西可以阻止它 我们肯定能把小蛇拿回来 我们绝对有东西可以拿来阻止它 而且还不止一样 水衣小英雄该上场了 谁有最好的堡垒 当然是你 叶木忍者 我们甚至再也不会有堡垒了 我们的已经被压扁了 哈哈哈哈哈哈 啊 这么咋一颗毛球 他们想要干什么 帮我赶出去吗 描得真准啊 猫小子 谢谢飞臂侠 猫头鹰女 你确定我们只需要打掉最底部的三辆车 就可以搞定这一切了吗 就三辆 我们只要打掉三辆车 剩下的小车就会掉下来了 你喜欢毛球吗 叶木忍者 我这里还可以给你更多 不 这不可能 该我了 英雄鸡爪来了 我的堡垒是最好的 超级大力金高手 接到了 伯迪 如果你能听到 我向你道歉 羊宠物不仅仅是为了好玩 我应该好好照顾你 这次我会赶正的 水衣小英雄该上场了 我现在就去 嘿 快看 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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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保证我不会再让你失望了 我会给你弄个肠 每天都为你吃的 系列你 我们会是最好的朋友 嘿 那是什么声音 发生什么事了 月珍你的月光超能力 开始起作用了 总共把所有的东西 都吸了过去 大门坚持不了多久 如果所有东西 同时朝总部飞来 大门一定会被撞开的 水衣小英雄 我们要阻止这件事 飞到安全的地方去 你想帮忙 好吧 我们走 超级大力金刚手 加油 飞陛侠 我们可以做到的 我还不这么认为啊 没什么能阻止 我的月光超能力总部 只要我的月光水晶在里面 所有的一切都会是我的 哦 你们两个现在是朋友了 没错 伯迪会和我一起来阻止你 猫头鹰女 我们会撑住的 你快点进总部 你去关掉引力 大门受到了磁力的控制 你们永远都别想进去了 我们必须想个办法进总部 你有主意了 好的 伯迪 我愿意相信你 好 你想要干什么 你这笨鸟 哦 你这只大笨鸟 过来 可以 啊 哼 你 嗯 啊 好 嘿 啦啦啦啦啦 成功 飞游呢 哦 没摔坏吧 啦啦 讨厌的家伙们 把我的金话筒给弄坏了 这全都是你们的错 坏了 哦 这 这是我的错 现在谁都看不到演唱会了 不要听她的 要不是她拿走了话筒 也不会变成这样 是的 但 我一开始就不应该暗示你 我想开音响机的 而且我也不应该 拿你们给我的这些东西 我真的很抱歉 让你们为了一张票而竞争 是我们一定要 让你做出选择的 抱歉 摩托英女 我也很抱歉 你不能去那我也不去了 没关系吧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把金话筒给拿回来了 水衣小英雄该上场了 就算现在话筒坏了 你也不能把她占为极咬月之女 快把她给还回来 哈哈哈 她即便坏了 但是她依然闪闪发光 是我的 我的 我的 哈哈哈 哈哈哈 猫头鹰女 一旦我们控制住了飞蛾们 你就从她手里拿回话筒 来这边飞蛾们 你们肯定抓不到我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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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敌飞蛙 吻撞树 该我了 超级猫疯 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夜幕忍者总想要到总部去控制我们 你要帮我吗 太谢谢你了 小忍者 当你需要我时 我该帮助你的 当别人遇到困难时 我们都该帮一把 抱歉 睡衣小英雄该上场了 现在 如果想让我放了你们的话 就乖乖告诉我怎么样进入你们的总部 什么 没埋 什么 你下来了 没错 夜幕忍者 你永远不可能掌控总部 更何况还有我来阻止你 所以是你让这只小猫恢复自由的 对不对 无敌猫妖 结束 哦 愚蠢的忍者们 我自己来阻止这些讨厌的家伙吧 粘粘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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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哦 不要再去帮他了 你这个讨厌的小忍者 超级猫腹 好了 哦 这样不公平 你们这群睡衣小英雄总是来破坏我的计划 猫小子 你要去干什么 帮忙 英雄会帮任何人 即使是夜幕忍者 哦 好吧 我得承认 你的选择是对的 小忍者 我应该对你说声谢谢 走吧 忍者们 哦 这下我抓到你了 哼 你以为你的小波车 能追上我改造完车的超级忍者小车吗 那辆忍者小车看上去很结实 万一我的车扛不住怎么办 我们来帮你了 飞碧侠 别担心 飞碧侠 我来了 这下坦了 我被粘住了 救我 飞碧侠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我刚听到了什么 你们需要我帮助 这是朋友该做的 朋友之间要互相帮助 你们两个也一直在帮助我 是的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也要帮助你们 睡衣小英雄该上场了 飞碧侠 机动车甩毁 太好了 超级大力 金刚手 你这干什么 你这偷东西的家伙 我的飞碧侠机动车 如果我没有忍者小车 那我就抢走睡衣小英雄的一辆车 然后把颜色喷成忍者黑和忍者蓝 猫小子 猫头英雄 我需要帮助 我马上来 飞碧侠 变成这样都是我的错 如果不是我在胡闹的话 他早就应该安全地躺在床上了 没关系 飞碧侠 但现在我们得让他下来 拿着这个 睡衣小英雄 该上场了 超级大力 金刚手 我接住他了 飞蛾们 把我的月光瓷拿回来 来我这边打呼 快来这边 我抓不到他 怎么才能把他弄到地面上 你们离他远一点 他是我的 过来这里 加油伙伴们 我们得把他引到场上去 我知道了 要用气味来引导他 开麦龙总是跟着好闻的气味走 还记得吗 有了 饼干 超级猫肚 饼干 好棒 抓到了 现在开始你是我的梦了 不 他是我的 蛋糕没有夜幕远者的标志 看起来他知道会输 你在拿飞碧侠的蛋糕闹血 但我们成功了 还拿到了超棒的方大石气球 你有没有听我说话 我要办一个蜥蜴主题派对 一直想着那个 飞碧侠 等一会儿你就能看到他们有多棒了 他们端着超赞的方大石蛋糕 我真的很想要那个蜥蜴蛋糕 但是这个没有用的蛋糕好像没人要 要不这样 我们大家交换好吗 才不要 好 我们交换 不 一个方大石蛋糕 是啊 这是最棒的蛋糕了 没有比他更棒的了 尤其是当你按下这里的时候 哦 这是怎么回事 哦 这根本不是什么蛋糕 它是一个年年鲜奶油飞溅的蛋糕炸弹 一个年年鲜奶油飞溅的蛋糕炸弹 没错 当最后一根冰柱也变成蓝色时 它就会把奶油溅到四处都是 当大家想要去清理时 就一个个的全部都被黏住 谁敢破坏我的派对 这就是将训 如果所有人都被黏住 就没有人能把飞碑侠的蛋糕拿回来了 我很抱歉 飞碑侠 这都是我的错 我刚刚或许是鬼迷心窍了 但是现在我有主意了 水衣小英雄该上场了 耶 哦 该吹灭蛋糕上的蜡烛了 哦 什么人愁愁闹闹的 记住了 你一个进去的获胜 我赢了 哦 那些无聊的水衣小英雄在干嘛 等等 难道是拍个游戏吗 来吧 再来一轮 你们几个打扰到我欣赏漂亮的月亮雕塑了 那是猫头鹰雕塑 是你偷了它 不 我确定是你送给我的 不可能 那是我的 但它更适合我不是吗 所以它应该归我 快说 说它是我的 快说 好了 超级大力金动手 我的天 好 那个小短腿可以尝尝在立场里被冻住的滋味 没人能够进入我的月光潮 也没有人能够从我这里拿走我的月亮雕塑 因为它是我的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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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拥有它的时间不多了 月之女 你赢了 雕塑是你的了 我们走啦 我就知道最后你一定会想明白的 飞比侠怎么办 我们会救它出来也会拿回我的雕塑 你只要走大楼的安全出口 然后从安全出口把门打开出来就行了 好吗 那我们就试试看吧 去吧 猫小子 快 一切都结束了 月之女 猫小子 这一下子我能把这个小短腿 还有这只猫也放进我的月光潮里 它们会被做成精美的雕塑 现在猫头鹰女要孤心作战了 你也想成为我月光潮里的一个摆设吗 睡意小英雄该上场了 应该吧 好吧 我真的决定把它给你了 猫头鹰 月亮雕塑 是你的了 放了飞比侠和猫小子吧 你真的说了它是我的了 它永远都是我们的按钮 我的机器人就会带命了 别做梦了 罗苗 什么 什么 自求多福吧 讨厌的家伙 我干了什么 超级电脑组装成了机器人猫小子 三个机器人可不行 就你了 给我把这只小猫关起来 哇 这真是一场灾难啊 现在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了 哇 噗 葛瑞爱马亚前来救援 什么 啊 不完美的机器人 你们两个家伙是怎么从你们出来的 就用了一个发卡 真是太神奇了 你们两个真是太棒了 即使没有超能力 谢谢 真没什么 你们是对的 我应该早点让你们帮忙 啊 快点去抓住他们 水衣小英雄该上场了 你们也一起来吧 超级猫肚 帮我一起打败罗米欧 比成为超级英雄更有趣 爱马亚变身为 猫头医女 葛瑞变身为 白鬼小 水衣小英雄 我们要拿到罗米欧的超级电脑 如果关闭了它 就能阻止机器人了 那我们就行动吧 去帮其他人机器人猫小子 不 非比侠挑战 你们谁才是真的非比侠和猫头鹰女啊 我是真的猫头鹰 我是真的非比侠 我是 我是 忍者们 扔掉那些水衣手丝卷卖 猫小子救命 猫头鹰女 非比侠 猫小子救救我们 猫小子 救命啊 现在就去 我们的下一个拍摄地点 我不能在追赶叶木忍者的同时 去救我的伙伴 他是在耍我玩 猫头鹰女说得对 剩其一点用都没有 尤其是生他还有非比侠的气 水衣小英雄该上场了 而且还要像方大师那样冷静 哎呀 走错了 嘿嘿嘿嘿 救命啊 火罐门我来了 救救我们 冲哥猫小子 快点救救我们 天哪 会没事的 跑快一点就行了 超级猫肤 猫小子要保持冷静 按照计划去拯救他的伙伴们 别担心伙伴们 猫小子回来了 他现在冷静又放松 就像方大师一样 超级猫肤 终点站到了 亲爱的乘客们 这一路真是惊喜 谢谢你救了我们 不用客气 而且我很抱歉之前 对你们发脾气了 我真的是太糟糕了 没关系的 真正的猫小子回来了 谢谢伙伴们 我现在有一个主意 如果惹夜幕忍者 有另一个骗局 我就知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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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因为飞币侠没能及时把她的声音拿回来 罗米欧是一个天才 她是天才 哦 你想说什么 飞币侠 哦 你是想说现在睡衣小英雄该上场了 你是不是没睡醒啊 小端腿 想想看有了这些声音 我能做很多有趣的事 睡衣小英雄将受到大家的谴责 哦 这比我想象中的可好玩多了 啊 我怎么停下来了 或许是发动机出了问题 我想说我的招式才是最棒的 所以我获胜了 再一次 这里没有人可以比得过我 猫头鹰女才是过胜者 飞币侠 猫小子 猫小子 猫头鹰 哦 不 猫头鹰女抓住他们了 哦 要不是因为我总想着打败他们 他们就不会被抓走了 嘿 水衣小英雄该上场了 比一队获胜了 看讨厌的家伙们 看看我的飞蛾曼运输战利品的速度有多快 嘿 月之女 你的飞蛾们不错 但是我敢肯定他们没有强壮到能够拿回那个最大的玩具 那个巨型霸王龙 什么 这简单 我会让飞蛾曼帮我把这个玩具拿回来的 什么 不对 你们这群愚蠢的家伙 我是要你们一起合作 把霸王龙玩具拿回来 明白了吗 飞蛾曼 救我 天哪 一点水都没有 我来帮你们了 天哪 就差一点点 谢谢你 猫头鹰女 这没什么 抱歉 飞陛侠 我不该对你有敌意的 我也是 莫小子 我们都有点失去领智了 不是你们两个 这些都是我的错 我很抱歉我把所有的事都变成了一场比赛 就只是因为我想每次都能赢 快从我身上下来 你这个大耳朵的家伙 略知你是不会放弃的 一只小鸟告诉我 我们现在应该停止比赛了 然后一起获胜 没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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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